海洋摇杆 地球生命起源于海洋 海洋迫使人们进行技术创新 从而第一次在大海上扬帆远航 然后再潜入大海 现在海洋是我们亲近的朋友 是重要的食物来源 提供给了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有用信息 告诉我们什么是气候和自然灾害 归功于全球观测 我们现在可以更加准确地预测和追踪极端天气 如热带飓风、中纬度磁暴和极地低压等 海洋摇杆面临的挑战 不仅是全球范围内海面动力学和气象条件的多样性 以及它们的时空变化 这些海洋观测参数的质量、数量和持续时间的不断提高 对于各种实际应用 以及区域或全球气候变化的评估都非常重要 这些变化可能是自然作用 也可能是人为造成的 海洋阶测只需在各种不同空间尺度上的持续观测和时事解忆 从几米到几百公里 因此基于空间的全球观测是分析大范围区域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通过摇杆器我们可以利用不同的技术来观测海洋 从而进一步研究海洋 海洋的颜色 我们看到的大海之所以是蓝色是因为它反射了天空的蓝色 然而如果海水中有悬浮颗粒 海的颜色会越有变化 通过测量海水的颜色 可以知道海水中还有何种颗粒及其浓度 比如液绿素、黄色物质和悬浮泥沙 此外当海水十分透明时 甚至可以估计海水的深度 海洋表面 合成孔径雷达可以提供海面的非常微小的细节 并可以透过云层观测 还可以检测海面洋流或探测海面目标 如船只或石油泄漏 海面风速 雷达散射计可用于测量海面风速和方向 这有助于提高我们对气候的认识 从而更好地理解海洋和大气的相互作用 但是当需要监测飓风的时候 微波辐射计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工具 海面起伏 海洋表面的凸起和下凹 类似海底的地形 在全球尺度上 这些凹凸反映了洋流的特征 给予温度和盐度相关的海水密度的变化 海水的盐度和温度 海水盐度的细微变化会对水循环和洋流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盐度决定了海水的密度 由于海洋表面三米内的海水存储的热量超过整个大气层 因此热循环是维持地球气候的关键 研究海洋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即将到来的自然威胁 比如厄尔尼诺现象 与热带太平洋东部暖流有关的周期性气候现象 通过预测可以挽救很多生命和减少经济损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